欢迎来到飞碟五子齐 我是黄子娇 很多的歌都是用诗来谱曲的 从过去的民歌的前辈先锋 杨贤把余光中的诗变成了歌 到现在到后来都还是不断地有 比如说这首是来自蔡琴 用李清赵的词来唱出这首《如梦令》 这是2010年的发行 唱起起听日梦 春秋不知岳楼 青春 yelling 年我们面ves 编曲统性 浩�asa 我身上已经早起听 尘古 尘古 敬起一探偶遇 尘古 尘古 敬起一探偶遇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唱承起 惜經日落 沉醉不知貴 Thunder 心静万辉筹 不如五花生春 珍珠 珍珠 惊其一坛后雨 珍珠 珍珠 惊其一坛后雨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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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背过唐诗诵词吗 甚至背过缘曲吗 对 我小时候 我的国小老师 要我们买一套五本 我还记得白色的硬壳子 里面都是注音的唐诗 还应该有诵词 也有缘曲 Anyway 我们统称唐诗三百首嘛 惊其一坛后雨 余光中已经算是当代的诗人了 勾扎的像现在这首《如梦令》 都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吧 是不是 没错 可是这些诗词 依然一直进入到歌词里面 光是今年啊 就至少两位歌手的歌词 都会听到好熟悉的诗啊 她是胡德夫 她是胡德夫 我家 我家 还去梦 我家 我家 都不如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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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疼老鼠 光阳 小小流水人家 有听到什么颂词缘曲吗 古道细风 古道细风 寿马夕阳夕下 寿马夕阳夕下 断巢人在天涯 断巢人在天涯 之前我写给李宜君姐姐的歌词提醒 我那时候在她的演唱会也跟台下的粉丝分享 我说我的灵感就是来自这首 酷疼老鼠昏牙小乔流水瓶沙 背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所以当时我在提醒的时候 就用一个对象 就让绿叶微风流水夕阳 绿叶微风流水夕阳 其实就是在呼应当年小时候背的原曲 这样子真好玩 所以你说背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有啦有啦 还是有赚到一些歌词费 要是有赚到一些歌词费 要是有赚到一些歌词费 也很不错 要是有赚到一些歌词费 还不是只有一首歌有诗词耶 不过我们先来听另外一个 船歌照船的专辑无独有偶 也用了一些诗词在里面 在总复如何 起路尽未了 早花中深袖 两个温宵 当终生曾云 觉自如回鸟 回荡林决定 遗蓝冲山巷 海远是我躺 朝下方修装 任得只眷望 要穿上 走走万圈 秋马星狂 旧风火焕我 夜老夜老 暴露风雨倒 长漫观影遥 任意沉默方 遥露出红堂 所以他的作词人挂了杜甫的名字 太可爱了 过来 胡德福老师的作品 不只一首用诗词来作歌词 这首你应该听过吧 《回乡偶书》 《牛背上的小孩》 《哄哮离家》 《萨米 sunflower》 《笑肖离家老大灯》 《张伯海船离家老大灯》 儿童相见不相似 小文刻中和初来 温暖柔和的走样 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三人好梦 草原静静 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 总是祖要希望到 牛背上的小孩已在牛背上 跳往那山谷的牧童 带着竹银飞向那情侣 山是福远 草原是风 唱着那路湾的牧童 总是祖要喜欢到 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那路湾 草原 那路湾 哪路湾 哪路湾 那路湾 草原 那路湾 哪路湾 哪路湾 城市那牛背上的牧童 跟着北风飞向 跳远 沉掉那山坡 铺上那草原 看那翱翔 舞动的苍蝇 终日十足 要希望到 牛背上的小孩 人在牛背上 没有错 还有一首 在今年 胡德福老师出了新川起 对于一个用生命在做音乐的人来讲 他的作品肯定会跟别的流行歌手不太一样 不如我比较惊讶的是 唱了很多诗词 普成的歌 歌谣 吟唱的感觉 很自由 我想胡德福老师这个的存在 是一个很独特的灵魂 包括他过去的一些故事 还有传说 传奇 来 我们继续听这首诗 你会背吗 然后再唱到这首语 说不上 这首语 他会背吗 望风浮流的深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之角般凌落 一壶作旧 心欲还今宵 别满汗 心欲还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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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小时候我们应该都听过这首唱 《亭外古道边》对不对 不过老师唱起来就有不同的熟男感 沧桑 诗唱得更诗意了 晚风浮流的神残 夕阳散晚散 天之涯 地之交 之交伴领络 一壶作酒 敬余环 敬宵别梦寒 一无作酒 敬余环 这么说吧 其实每一个出唱片的人都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未必有机会理解或看得到 有些人会写在专辑里面 像上次我就播了一个歌 其实我在听那样专辑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盲听 所有专辑我基本上都盲听 然后会发现惊喜说 哦唱到诗了 哦哭疼老树了 这样子 回头在整理的时候才会去翻内页 就如同我常常在粉砖 po这个 缩时摄影 就是我最近听了什么 我一边整理一边拍 为自己做个记录 通常这个缩时摄影呢 按赞都很少 但也无所谓 反正我就是想要记录我最近听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会找到自己的 这个喜欢的 然后甚至找到同好也不错 多数人但无感 因为现在哪有这么多人在听 这么多实体的这个CD黑胶卡带的 但是我就一定要做这个动作跟记录 然后呢在这个整理的里面呢 就会发现文字的这个故事出现了 所以像有些专辑我是打开内页 看到故事又再拿来电台播给你听 所以当然有些故事 他们可能会选择写在什么社群平台 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有点压力 因为我不可能 每一张专辑都去看他们的粉专 都去看他们的po文嘛 但也没关系 我就想想其实音乐最重要的还是本质 就是他的歌词曲会不会说话 再加编曲会不会化妆 编曲像化妆师嘛 词曲就像骨肉嘛 这个如果他本身的这个骨肉够健康 肤色够好 化妆师稍微轻描淡写 这刮也是不错啦 有的刮可能骨肉没那么厉害 但是故事很深刻 那再加上一点点这个 这个淡妆 哎呀 这个歌就更亮丽了 好 今天我们要听的都是 我觉得在他们的背后啊 应该都有很多理念 然后走上这条音乐之路的 未必他们都是所谓的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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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咖 但是他们的音乐同样都会让我 嗯?这样子竖起来听一下 张亚纯 我记得上次播他的歌啊 后来就跟一个鱼池香的一个活动连结了 因为好像张老师呢 也帮他们跟茶做了一个影片 应该这样讲啦 全台湾各地都有一些表演艺术节 艺术纪啊 结合在地的文化 可是因为前几个月疫情的关系 许多的表演都改了 那他们就拍了一个影片 有音乐有泡茶 然后就类似这种所谓的鱼池香艺术剂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推荐给我那个影片 跟这个相关的那个那个USB 就收到了一个礼物 蛮有趣的 也没有想到播一个歌 会突然间看到鱼池香 这个这个艺术 比如说展演活动的内容这样 这个很有趣 所以也表示说电台 其实还是蛮多人在听的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FB 会act这些创作人 但很少有人会来回应的 之前最热情的一次 应该是血肉果之机 他们很亢奋 不但留言分享还发现动 后来我也再发一篇文 来感谢他们这样 就是好凶叫狗啦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播歌 也希望推广更多的音乐故事出去 也希望歌手自己呢 也在意这些事情 就像我常看很多演艺后 被讲了 你不要太奢望这个什么经纪人助理 帮你处理所有的事 值得你最了解你自己 你最在意你自己的点点滴滴 所以你一定要投入更多 别人可以帮你完成一些梦想 或者说执行的事情 但自己千万不要说 什么事都推给别人 那不行 呢 你先去找男人跟女人说 我有点凶 要是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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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分之后 对 真的 我们在这个 我给你 云朗无意爱 愈好趴水向唐安排 愈想也是无法唐代解 心爱思真也是无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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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思真是无法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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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和思真是无法唐代 這個團叫做二手音樂團 也花了十幾年的磨合 成員有男有女 但是我們彈跳 有你這種歌的跳 有你放棄的牢 這首歌本來做 你會誰把你關掉 你也說不定 你也就把你去掉 最沒那麼在 就把你把我衝掉 當你來去掉 他都在發揚 我已經讓你把你活力 手感動不掉 你用一錐 回頭一起十年過 從來都不後悔 只怕沒有走過 曾經迷惘 曾經徬徨 無自己的瘋狂 音樂錄的希望 不是無心狂妄 他在自己做的局 解除自己唱的歌 要你自己瞧 觀眾自己撈 當我製作詳細的時候 希望你們放開自己跟我彈跳 趕緊熱湯 就現在開始咆哮 跟當你的雙眼看著我們展開 有你種 跟你跳 被你放棄的牢 做得沒了之後 你會誰把你關掉 你磨狂 有野蠻 有嗎 我來去掉 小兵那麼在 都把我衝掉 當你來去掉 I'm ready to fly out 我願意讓你拍 你以後 我願意說過多半個 能繞多數旁王 熱血整個眼淚夏天 都是我們重新騎了汗水 可知道我會不會也 露露長行的照 看了個戲 半個城市是煮八發燥 希望哪二場吃 一定都是嗨爆 拒絕的雙手 跟著我苦躁 不管早就要偷偷閃遍 給我fuck out 我們結束就是要你害到 嘻笑 很激熱湯 就現在開始爆笑 得到你的雙眼看著我們彈跳 不在做不在跳 不在法國整個腦 都說的革命要做 你為什麼要關掉 你問我不對 幹嘛跟我來去掉 前面那麼早 你都把人咬我衝掉 當今來一定是跳的 I'm ready to fly out 我願意讓你把你 我願意送我都會掉 I'm read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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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identallywie 這年的注音樂那麼的辛苦 不像以前 很容易被看見 現在是很容易可以被看見 可是不一定會被看見 聽到我在講什麼嗎 很容易有很多平台可以去發表 可是因為平台多了 你要真的被看見 不簡單 當然一成功之後也不錯 就可以在家收YT分潤的錢 根本都不用出去上班 每個月所謂的真正的流量咖 不用出門就會領一筆錢 穩穩的 很厲害 接下來是嘻哈路線的作品 這個時代有好有壞對不對 像我們做電台 我們就是一集一集一集的領主持費 可是像這些做音樂的 真的你看像周星哲 或者說一些微Tuber 他做了一個影片不斷的拍新的影片 然後在自己的舒適圈 做想做的事情丟上去 然後就可以不斷的領錢 然後就可以不斷的領錢 就是像我們電台 比如說你一集的主持費 就是一集主持費 可是你YouTube 你拍影片雖然很累 Vlog很辛苦 可是你一集拍出來的Vlog 就可以不斷的領錢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或者一首歌 不斷的領錢 你做的過程再辛苦都沒關係 因為它可以不斷的領錢 所以像我們這個叫做一個蘿蔔一個坑 我們每集的節目呢 做的再好聽 它還是只有一次的酬勞 所以這個時代其實是很棒的 就是對於很多有才華的人來講 是很公平的 你有栽雕 你這麼厲害 你就去走那條路 你可以不斷的這個這個 進帳複字貼上去 複字貼上 不像我們這裡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做一集領一個錢 好聽不好聽都是一個錢 然後別人就算有在別的地方去重複聆聽一萬次 也沒有 也不關你的事 這很有趣 好的 現在聽到的是 來自顏色旗下的歌手 把全部通通偷走 果蛋 這感覺像從空門 幫你補置航空城 堆疊文字的工人 類似飛航墨式功能 用小刀口音征服台灣北京 甚至到曼哈頓忠誠 吸入人生不再冷清 誰也像同業成群眾人 說社會上的污漬 也少不了說人 說出現像那座屋子 掃射聽見你也說疼 但你隨時幫你治療 像他刺腳陪你睡著 先吸入然後髒口吐出 週日夜晚慢搖 但你說這不算痛 像你這種的還算多讓你享受 想對你講過 You welcome to my world 但我還沒享受呢 我的講座呢 大家強迫了頭 掌握著我的未來 說我想說的是哪裡錯了 是誰不錯呢 那曾經 made me crazy 反正生不帶來事業 不帶走言語穿透 這是我的Hustle 多了氛圍那不用還我 小偷作息靈魂怕手 屬於我的就不客氣拿走 讓我侵入你的心 染上你的夢 你聽我像是為你聽證 像跟你生死與共 有迪達老師領導的顏色 也是一個超級棒的團隊 他們有很多的思想 包括他們找來的一些些 創意人的合作 像李英宏之前的封面 還有李友王之前的封面 都是找創作人做的陶藝品 或者是黏土 我在看到的時候都很驚喜 因為我跟耿如也常常會去 買這些創作人的作品 都很喜歡 像李友王那個胃啊 我就沒有搶到 就是那個黏土老師做了一個胃 做了一個胃 我就沒有來得及買到 Sow out 而且是連11月交貨的 都買不到 就是比疫苗還要難排的那種 對不對 還好呢這個叫做 Happer Happer這個品牌呢 在上半年 疫情沒有升溫的時候 我跟耿如就在顏色的一個 不是顏色 失地的一個市集 就看過他 然後也買了他的作品 所以很開心 後來看到他竟然 也被李友王 這個歌王早去 做這個周邊商品 就覺得很爽 大家有志一同 這個HA底線 Happer HARPR 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他的IG 他的作品都很幽默 他的黏土作品可愛 那我那時候跟耿如去逛的時候 他都獨一無二的 因為像這個胃呢 其實他也是獨一無二的 他每捏一個李友王的胃 交到粉絲的手上 基本上都不會一樣啦 可是呢他終究還是長得雷同 那我跟耿如去逛那個市集的時候 那就真的是獨一無二 有大有小 而且每個都很輕 青年土 重點是這個老老闆很可愛 他說我不會開架耶 我不知道要賣多少 你在這裡擺攤 然後不知道賣多少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總不能就是讓他吃虧說 啊不然這樣啦 就一個50 三個100 不行吧 歡迎回來剛剛講到 創作人就是這麼可愛 不知道要怎麼賣 還去擺攤 然後我們當然就只好 討論一個 覺得彼此都合理的價錢 其實蠻尷尬的 接下來聽到的是 海豚情景 就定是忘記了前世 還是忘記了夢境 那些神秘的遊戲 發生在無意的陷阱 放開曾經給你的心 仰望城市全帶你和北京 沒有人的街道風景 眼睛說笑看見自己的背影 彷彷的青春 閃爍大山巨海的溫柔 夕陽凋落在最後 危險的幾秒鐘 只聽到你的呼吸山 同樣是用台灣的 插畫家的作品 作為封面設計的海豚刑警 如同剛剛講 林宏或者是 林宏是找那個火山販賣所 做陶藝 有一些這個異色的作品 然後剛剛講這個hyper 就是幫利友王來做黏土的封面 這些唱片人 企劃人 獨立音樂工作者 也同樣的把許多不同領域的創作者 一起端上台面 雖然媒體不會爆 然後呢 你也不會分享 可能也很少按讚 但沒關係 有做有機會嘛 因為這些優秀的年輕人 真的很可愛很棒的 卡帶 是的 我的podcast終於推出了 我們就是叫play again 把許多的卡帶、CD、黑膠 拿出來play again吧 還有呼應我當年辦的雜誌play雜誌 我們可以繼續play下去啊 對不對 歡迎大家有機會上線收聽一下 每個禮拜一集 每一集長度不一定 有的時候會聊三、四十分鐘 有時候聊二、三十分鐘 這是洪生豪 洪生豪是透明雜誌的成員 他在赤豐街之前開了一個店 叫power store 也是充滿著獨立創作的氛圍 在那裡我也有看到火山 火山的這個陶藝品 覺得他們也有 怎麼講就是說 好像大家都是同路人啦 就你走到這走到那 看到的東西都很像這樣子 火山販賣鋪 火山販賣鋪 它的位置其實在我們電台附近 公館那邊的一個樓上公寓 本來在新店 好遠 而且好隱密的那種巷弄 要穿過那種好陰暗的樓梯 然後樓下還有那種美容院 這樣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我都去過 但他們就住在裡面 我還去過兩次 很有趣 那個公寓很像那個 王家衛以前電影的場景 終於在去年吧 就搬到了丁州路 稍微明亮的地方 當時他們開幕 我也有去捧場 火山販賣鋪 好這個是洪生豪 他的店呢也有 之前也有賣 火山販賣鋪的陶藝作品 還有很多台灣啊 日本啊 一些獨立創作人的創作 當然我現在講這些資訊呢 過去我在FB的 黃紫膠路線都PO過 But 因為現在是疫情這兩年 到底開放了沒有 時間怎麼樣 大家就自己 要查一下喔 是這個城市 挾持了你的想像力 是身邊的大人 綁架了你的行動力 是玩樂的金錢 粉碎了所有可能性 說到底敗出這些借口的人 還是你自己 Your money I don't give a fuck Your swag I don't give a fuck 你的價值觀 I don't give a fuck 我沒有辦法過 這種無聊的生活 你的錢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fuck Your swag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fuck 你造的神 I don't give a fuck 我沒有辦法繼續過這種無聊的生活 你了解我說的嗎 當然現在因為有Pinkoy這樣的平台 其實在上面也有一些他們的作品 他們火山慢慢布有點異色喔 他們有一些器官喔 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喔 這個味道人士不要買喔 像他有一個產品叫做 去朋友家過夜把他弟弟睡了 很可愛啦 但這些人就是 怎麼講呢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這些人呢 不是說故意為了怪而怪 或是為了鏘而鏘 或是為了妙而妙 或是為了情色而情色 我覺得他們是人禍非常匹配的 就是說我看過這些創作人 跟我真的買他們的東西的風格 我覺得他們是一致的 覺得他們不是為了鬧而鬧 他整個人都散發出來的 打扮、髮型、說話態度 或者是作品的風格 都是一致性的 這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像我剛剛講說 那個黏土的創作者 他做的東西就很鏘 說不上來是什麼生物 可是他的人也就是這樣喔 包括我剛剛講 他也不知道怎麼開架 就是他不是那種說 做的東西很鏘 然後開始講話的時候 跟你講一些大道理 然後口若懸河 就是蛇菜蓮花 那我就會覺得 不是吧 這個不像你吧 這種感覺 最後是秋與月 這也是一個樂團 同樣是男女混搭的 秋與樂還是秋與月呢 因為它是一個雙關語 truse and love 秋與樂 英文是truse and love 所以推敲應該是秋與樂 好啦 那就秋與樂 我就不討論這一題了 我以前已經抱怨過很多次了 盡量不要為自己的孩子取破音字喔 還是曖昧 像中天美是疲憊 公車山 人群中也遇見你 公車山 好對你迷人向前 公車山 我們沉默無語 公車山 動用心動的記憶為你 記得你的相會在這 記得你的照片在這 記得你的相會在這 記得你會心動 記得你的相會在這 記得你的照片在這 记得你的香味在这 记得你会心动 爱秀的你 让我着迷 盛开的花季 像你的甜蜜 窗外风景 照片里的你 属于我们的怀疑 每天的一夜想你 像你出现过梦里 秘密收藏的心底 一切都不再熟悉 现在的你在哪里 不经意又想起你 中情与你的魔力 记得你的香味在这 记得你的照片在这 记得你的香味在这 记得你会心动 记得你的香味在这 记得你的照片在这 记得你的香味在这 记得你会心动 记得你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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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